热闹的西门丁商圈 又见疑似制造假车祸的碰瓷戏码 25号晚间 一名男子开车行进台北市万华区而没街口 一名妇人突然张开双手往车头冲了过去 驾驶马上踩刹车 结果妇人还硬是要碰下车头 然后倒在地上 疑似想制造假车祸 驾驶下车理论 妇人眼看就要被街穿 竟然躺在地上滑手机 让驾驶器的报警 影片在网路上疯传 网友笑说 这名妇人演技真的要回去再练练 不过律师提醒 向妇人这样的行为 可能已经构成强制嘴 车辆转个弯继续上路 来到下一个路口 结果 一名妇人张开双手 一个大自行的拥抱姿态 往车头冲来 驾驶吓坏了 赶快踩下刹车 只见妇人往前碰了一下车头 然后倒在地上 疑似刻意制造碰瓷假车祸 驾驶气炸下车查看 眼看戏码就要被拆穿 证明女子下一秒 直接躺在地上滑起手机 想制造假车祸不成还演半套 附近民众全看傻眼 然后就听到那女生在那边 鬼后鬼叫 然后绕一半个四 听说是第三次的 影片放上网络马上被疯传 有网友大笑 这是第一次诈骗吗 会不会太生疏 还有人说 碰瓷姐应该是躺在地上 拿手机自拍 更多网友毫不客气地回复 这演技不OK 要她回去再练练 对于这个车主的车辆撞击 还会构成毁损罪 如果假设今天这个车子 停在那边没有办法移动 还会构成刑法的强制罪 碰瓷姐的行为已触法 不依规定行走 可处三百元的罚还 更可能构成毁损或强制罪 到时候可不是耍赖 就能解决问题 记者王志恒 林昭贤台北报道